大家好,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。 有很多歌手都是同心出道,洪荣洪也不例外,幼年时就开始向着一名歌手努力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成年后的他真的成为了一名红遍台湾的歌手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洪荣洪的故事。 1963年,洪荣洪在日本东京出生了,全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到来的小生命,可能是受到了家庭的熏陶。 洪荣洪从小就喜欢歌曲,这让他的父亲很是欣慰,也愿意支持儿子的梦想。 之后,年仅五岁的洪荣洪就在父亲的带领下走上了舞台,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唱,为洪荣洪彻底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。 后来,在父母的安排下,洪荣洪进行了系统的学习。 不得不说,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很高,到了十岁,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张灌录唱片《孤儿泪》,渐渐名声在外。 家人为了他可以提升得更快,将13岁的洪荣洪送到了日本求学,这段岁月是他最好的上升期。 在名师的指导下,他的演唱水平开始了突飞猛进的进展,再加上自身的天赋,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。 结束日本留学之旅,回到台湾后,他依靠一曲《一只小雨伞》红遍整个台湾。 年少成名的他,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,这一年他才19岁。 随后,他成为了台湾很出色的歌手,像自己的父亲一样,歌声响遍了整个台湾。 他的人生从此进入了黄金时期,一曲接着一曲发表,每一曲都唱进了台湾人的心中。 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,成为了大家很喜欢的歌手之一。 在此期间,他也斩获无数大奖,如金曲奖最佳南演唱人奖,最佳方言歌曲南演唱人奖等,并且将台湾歌曲发扬光大,为台湾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事业上的成就掩盖不了红绒红私生活混乱,绯闻不断的事实。 因为迷人的歌喉,以及自身非凡的成就,让一些和他身份地位相当的女孩,希望可以和他有一段美好的姻缘。 其中,被称为台语天后的江慧,是第一个让红绒红心动的女孩。 她在这个女孩身上第一次用了认真的态度,而且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相当,都是公众人物。 这样的结合是最为合适的。 在当时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,还有一些朋友撮合她们在一起,但是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太久,就分开了。 有传言说,分开的原因是红绒红的父亲红一锋不喜欢同为明星的江慧,大概觉得江慧抛头露面不是好女孩的形象,不能做好红绒红的闲内注,逼迫两个人分手。 在这之后,红绒红结识了她的第一任妻子,蒋秀美。 她们相识于一场教会活动中,可能因为当时两个人的爱好相红,这使得红绒红十分喜欢这个女人,其家庭也足够优秀。 家里人迅速统一了这场婚姻,并在1998年为二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 可惜好景不长,两个人在1999年火速离婚了。 外界对于这位妻子的信息也不是太多,可能不属于演艺圈,不想过多地暴露隐私。 不过这段婚姻真的结束得太快了,让人猝不及防。 大概是婚后发现志趣不相投,难以为继,所以选择各自安好,一拍两散。 红绒红的第一场婚姻以失败而告终。 之后,红绒红在1999年与第二任妻子陈诗宇完婚。 这位妻子可谓是红绒红的工作搭档,她在创作方面极有天赋,很快赢得了红绒红的青睐。 为此,红绒红经常邀请她一起创作歌曲,或者加入到项目中来。 一来二去,两个人更加熟悉了,这也为他们之后的婚姻关系奠定了基础。 之后,为了关系更加稳固,陈诗宇放弃了她的工作,转而成为了红绒红的助理。 两个人如胶似漆,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伴侣。 在生活中,他们也很友好,因为陈诗宇身体原因,导致他们的孩子持来了很多年。 但是红绒红还是很爱陈诗宇,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抛弃她。 在两个人的坚持下,他们的小朋友终于如约而至了。 在流产五次之后,迎来了第一个爱女,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欢声与笑语。 2005年后,红绒红一家人就移民到了加拿大。 陈诗宇和孩子经常居于加拿大,而她本人则由于工作原因,常年在台湾生活。 本来就喜欢偷心的红绒红,远离老婆和家庭生活,这让她的本性暴露无遗。 身边的情人就没有断过,后来更是变得光明正大。 其实,在陈诗宇怀孕期间,红绒红的情人也很多,只不过这些是大家后来才知晓的。 而陈诗宇也是千辛万苦的才生养了第一个女儿,却遭到了丈夫的背叛。 这让陈诗宇很愤怒,于是她决定和红绒红分居。 其实,陈诗宇想要离婚并不难,但是爱于孩子,一直选择隐忍。 直到2013年,陈诗宇突然决定和红绒红离婚,独自抚养孩子们。 后来,有消息传出,两人离婚是因为红绒红真的爱上了一个情人。 这个贵妇小三,才是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。 她就是东京房产执行董事徐处荣。 红绒红曾经在2013年9月份,出席徐处荣在台北京华酒店办的投资说明会站台。 这可能说明,红绒红已经直接向前妻摊牌了。 据悉,红绒红年少时在日本学习,而徐处荣的工作性质则导致她经常往返于台湾和夏威夷。 这就为两个人寻找到了共同点。 所以,两个人的共同话语更多,在一起生活较为舒服。 总之,两个人处于热恋期,而且已经交往了很久。 尤其是徐处荣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女子。 传闻徐处荣身价数千万元,年约40岁,长相美丽大方,身材高挑纤细,很受男人的喜欢。 而且本人热心公益,经常捐钱给慈善机构。 正因为如此,使得红绒红败倒在了她的十六群下,不惜与相伴多年的妻子离婚。 但是,两个人并没有走到婚姻的殿堂。 时间兜兜转转来到了2017年,已经50多岁的红绒红又要大婚了。 果然,花仙一辈子,男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。 这次的结婚对象同为歌手,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。 那就是被称为小邓丽君的张静云。 她声音甜美,歌声将红绒红吸引到身边。 而且,他们可以相遇是因为一次餐桌续旧。 这次聚会之后,让他们有了共同语言。 张静云与红绒红同属华特唱片,因此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,也是旧相识了。 所以,这次再相遇,可以说是再续前缘。 同年,红绒红再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张静云洗劫连礼。 其实,两人曾经因为进度太快,导致张静云心生不安,而出言拒绝过红绒红的求婚。 可是奈何红绒红太喜欢张静云了? 而且,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,对婚姻十分慎重。 于是,经过基督教的受洗后,两个人看到了彼此的真心,决定携手共度一生。 有传言说,张静云是奉子成婚。 然而,作为基督教徒的他们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,因为他们要遵守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的情况。 所以说,已经怀孕的事情是假消息。 结婚至今,他们没有传出什么绯闻。 可能这次真的是真爱了吧。 不过,红绒红也确实该收心了。 爱过那么多女人,也结过三次婚。 已经五十多岁的她,也应该有一份从一而终的爱情了。 红绒红现在已经年过半百,可以再次遇到互相信引的知心人实属不易。 张静云和红绒红的爱情希望可以长久,毕竟这次可以牵手共度余生,也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。 2020年,红绒红和妻子张静云合出了一张新专辑。 这张新专辑的名字叫《脚步漫漫》,意境真不错。 可能两个人想要慢慢携手走过人生路吧。 给人的感情就像老夫老妻,甜蜜的泡泡都要飞出来了。 在收录情歌的时候,还发生了一件事情。 红绒红吐露,选择歌曲期间,自己因久坐而爆发急性痔疮,幸好开刀后已渐渐康复。 让两人深深感悟到,日常生活中真的要多注意身体保养,平安健康最重要。 当初为了尽早完成选取工作,红绒红几乎整天埋手于电脑前工作,吃饭也很随意,使得内智转为外智。 张静云描述,她的急处肿到像鸡蛋一样大,且血流不止,整张床单都是写。 当时夫妇身处国外,就医不变,情急之下只得拿卫生棉救急,后来还去买成人纸尿裤。 最后,红绒红放下工作飞回台湾去治疗。 因为部位较为隐私,红绒红还不愿意就医,迫于无奈才去的医院。 痊愈后的她呼吁,希望大家不要碍于面子而不寻求协助,更别忽略身体的小毛病。 虽然是中年才遇到的夫妻,但是两个人的相处很合拍,这大概也是红绒红离婚多次的原因吧。 为了等待这个最适合自己的人,这就是红绒红的故事。 经历了三场婚姻,才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,未来还很长,祝愿他们白头到老,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眼前人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,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。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,大嘴鱼记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,敬请关注哦。